荆棘之上仰望的人会看透风尘 在这山额彼腑的城我与你共存 那一束光透着鸿蒙指引我穿越悲伤 那一次的遇见命中固定是你 欲望将心抹去冷脚 嘲笑温情从不声唱 我偏要做这夜火烧 不尽有两排未央 站在巨浪的重新风湿 我思想与生催马换起的烈肠 开头遥望那些回不去的时光 眼前的火炬在祈祷 天越来越黑 路越来越长 我知道人行不能飘荒 敢乱世未亡 比只学徒狼才有希望 竟然是你 出现者的风筝 与你对手 你还会变得 你不思考 摘得 是你不思考 才猜到了朕的意图 传 召罚 未罚觐见 说朕有要事和他们商议 诺 等等 宇文玺脑子不清楚 芭城朕的话他也听不懂 不用传的 皇上 那是传宇文怀还是宇文玺 宇文怀 诺 皇上 皇上 燕北来接燕巡的人到了 您猜是谁 是谁 定北侯夫人亲自来了 白生 白生妹妹身体弱 皇上 您不是不知道 这次为了儿子千里而来 皇上 应该不会让她伤心吧 白生呢 是太后的养女 您就替朕好好地陪陪她吧 臣妾临旨 白生 太仔我是谁 你皇兄呢 叫她来见我 其实是本公主想接你了 如果我不拿我皇兄当幌子的话 你会愿意来见我吗 这一天也不知在忙些什么 对了 叶勤哥哥 你看我的衣服 这是我的新裙子 怎么样 我美吗 美 非常美 眼光四射照着我眼睛都快瞎了 你先美着 我去看郎中 叶勤哥哥 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跟你说呢 你先坐下 别急嘛 一个月之后呢 就是我的机礼了 然后呢 然后 然后我就有可多事情要做了 比如说 我要准备官服 还有发际 发簪 还有准备礼乐 还要确定一下参观人员的名单 还有 他们要喝什么 吃什么 都需要本公主一一亲自过问的 对了 还有拆关 最重要的就是拆关了 不管怎么样 反正本公主就是要办一个名垂千古 最有趣 最风雅的 吉吉大礼 应该的 都是应该的 可是叶勤哥哥 承认要做这么多的事情 一个人完成不了 所以让你陪着我 帮我出门划策 这些啊 都是应该的 只不过 皇太后提前应允了我母亲 让我即刻返回燕北 你要离开长安 十日之后 十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十 天下无不散的宴席 我不要叶勤哥哥离开我 我们日后还能再见呢 日后还能再见 多久啊 一年 两年 还是三年五载的 你哭什么呀 春儿不想让燕勤哥哥走 燕勤哥哥不要离开春儿 怎么还越哭越大声 别哭了 我舍不得燕勤哥哥走吗 瞧你哭那样 你干嘛 你 你 你还笑话我 我没有笑话你 能哭 能哭是有本事 我是钦佩你 钦佩你 钦佩你 你还说你没有笑话我 我都这么难过了 好了 以后我还快再回来的嘛 我不管 我就是不能让你走 走 去哪儿 去了 你就知道了 皇上真的在大殿上说 北疆有定北侯守着 心里踏实 是啊 皇上还说 前些日子柔然来犯 幸好有定北侯大破敌军 皇上其实很注重定北侯 为臣为帝 这都是事成该尽的本分 侯爷常言征战 真是苦了你了 这是我的命 好在太后体恤 他答应让我带勋儿走 是啊 太后非常疼爱勋儿 承蒙太后和皇上的恩典 对勋儿疼爱有加 勋儿的家书礼 近是说她在这里如何快活的呢 既然如此快活 为什么想要离开啊 参见皇上 不知皇上驾到 臣父失礼 白生 这么多年过去了 一直是这样 一点都没变 皇上说笑了 我们自幼一起长大 如今都已经是儿大女成人了 焉能不老 朕老了 你呢 却是容颜未改 风姿出臣呢 都坐吧 诺 直因皇上日理万机 心系天下 你既知道朕心系天下 你还非要把这燕巡带走 你这不是给朕出难题吗 回皇上 事成连年出征 兵马操劳 近几年他旧伤贫乏 以力不从心 十分想念荀儿 辛苦定北侯了 暢手 宣儿已经长大了 早点回去 早日加以培养 方能继续为皇上束手边疆 太又简单 朕知道燕家忠心耿耿 只是呢 长安城里质子众多 若燕巡回去 引来其他质子向朕来请命 朕如何交代呢 是 是啊 这最难的就是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白生妹妹 还请体谅皇上 放心 白生不会为难皇上的 皇上 请皇上恩准白生留在长安 你 你要留在长安 是 起来吧 你要留在长安朕自然是欢喜 只不过 父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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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拜见父皇母妃 为神燕巡参见皇上 贵妃娘娘 母亲大人 你都多大了 你都多大了在这跑来跑去的成何体统 好了起来吧 诺 母妃 对 对 传人是有重要的事情要说 白生姑姑 你就让燕巡哥哥在长安多留一个月 参加完我的基礼再回去 好不好呀 皇上 这个好 就这么定了 皇上 您刚才不是说 你二人呢都住在长安 白生呢 就住在宫里太后的官邸 等燕巡参加完这淳儿的激励 即可让她返回燕北 多谢父皇 好 母亲 孩儿刚刚是不是打乱你什么计划了 皇上不想让你走 总会有他的借口 好在时间不长只有一个月 等公主祭礼之后 立刻启程回燕北 就要走了 有没有什么不舍的 母亲想说什么 我是说人呢 这里可有你放不下的人 好男儿胸中有乾坤 胯下有骏马 好男儿胸中有乾坤 胯下有骏马 好男儿胸中有乾坤 胯下有骏马 烈酒好琴 你还说得对 孩儿心中有乾坤 可是我觉得你说话的神情 好像不是在说朋友啊 莫非我儿已经有心上人了 没有没有 好男儿 我儿真是长大了 还知道害羞了 您就不要再打去海耳了 好男儿 您要是真心喜欢他 你就告诉娘 娘给你做主吗 娘 如 如果 孩儿是说如果 有一个人 他的身份和地位 都与我们不一样 那孩儿 是 傻儿子 你看中的 肯定是他这个人 还是娘 了解孩儿 我要等那个心仪之人 应许我了 再一起 回燕北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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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刚才还好好的 谁惹你生气了 你胡说什么呀 本公主哪里生气了 我是开心 我是高兴 你 你都哭了 白生就子 本事高招 可惜燕巡 糟蹋了他母亲的一番心血 谋事在人 成事在天 成事不在天 而在于一个女子 燕巡留下并非为了公主 而是为了那个奴婢 你 以你的聪明才智 怎会不知啊 一枚棋子 有用之时可留 无用之时必弃之 威越后得了最新的蝶报 大梁的蝶者 已经得到了皇帝 要对付燕北的情报 派出了最高级别的女蝶者 来到我们大卫 你想派他去试探 是 事关重大 汲区一个奴婢 你有信心他能胜任吗 他天赋异禀 又经过我的调教 一定可以完成任务 糊涂 那一位 宇文月的那个剑臂 值得你动用王生营的人吗 孙儿知错 叫你办的宴会 准备好了吗 我请到两位绝色乐士 给你们注信 孙儿正在筹备当中了 怎么还没有办好 废物 记得把个门发子弟都叫上 最重要的是 一定把宇文月给我请到 我说的你听到没有 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请他 你的废话太多了 退下吧 没看我正忙着呢吗 东北方向五步 丁香 西北方向三步 苏方木 你鼻子练得再灵命也没有用 看不见就是看不见 一个没有用的棋子 在青山院就是废人 等我的眼睛好了 你就是废人了 长海 杏儿参见公子 你怎么知道是我 亲儿闻到了公子身上的香味 我弄伤你的双眼 你恨不恨我 杏儿不相信公子会伤害新儿 不过这样也好 眼睛看不见了 我不想见到的坏人 也就见不到我了 不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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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要让你失望 我说都没错吧 公子最坏 公子最坏 行儿喜欢 行儿喜欢 苍妇娘 你嘴里的珍珠哪儿来的 我 我的眼睛好像 即便再微小的东西 你现在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那是因为 话托秋水 话托秋水 你的眼睛 已经涅槃重生了 可以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东西 和业余你 犹如白昼 我给你用的话托秋水 防的就是阴翼毕日 什么是阴翼啊 乱你心神者 足你目标者 都是阴翼 明天有一场宴会 到时候 你的眼睛 耳朵 头脑 都要给我通通地打通 记住所有的一切 所有的人 细节 生意 别浪费了我的话托秋水 请公子放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 恭迎公主 怎么只有你们两个人呀 其他人 都已经在里面儿候着了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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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儿 你怎么回事啊 你是郑主 你却来得最迟 正因为我是郑主 所以我就要来得最迟 恭迎公主 公主 怎么样 来得早有什么用 该来的人都还没有来呢 啊 川儿说的是宇文月吧 没事 她的青山月就在对面 谁说那个冰驼子了 那你说的是谁啊 你 公主啊 没大没小的 我特地为你一个月之后的机礼 准备了名贵的礼物 看你还满意吗 哇 好名贵的礼物啊 真的是亮瞎了本公主的双眼 宫里的婢女用的都比这个好 赵夕风你笑什么笑 笑得这么假 跟你的人一样假 川儿 采过分了啊 我假吗 我 我这么正直哪儿假了 正直 你表面上呢 和长安众公子称兄道弟 可是背地里呢 总是说人家的错处坏处 而且还经常告诉你的公母赵节鱼 是想借他之口 那不妄冷落他们 让他们不受待见 是不是这样啊 公主 你就少说两句吧 你很快啊 就要基礼成人了 应该学一些中庸人后不为以慎啊 不为以慎 什么是不为以慎啊 背表哥 那你为什么当着赵夕风的面 你说你从来都没有想过要当驸马 可是背地里呢 却让姑妈偷偷地给我送礼物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 唇儿 说话有点过分了啊 你这样会伤害我们五郡之间的友谊的 我作为大卫的公主 有什么看不出眼的地方 当然要说出来了 你 作为皇子 更应如此 你 那为什么每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 你都屁颠屁颠地跟着呢 因为有 因为有什么呀 我 有你呀 因为有皇兄在 所以传人要来呀 你不是挺会说话的嘛 这话还算中听 骗你的 不过说真的皇兄 有些话我今天再不说 以后就没有机会说了 为什么呀 不告诉你 你 你不要尴尬 你妹妹我了解 她心直口快 别尴尬 我妹妹你了解 开什么玩笑 那个别往心里去啊 别往心里去 是 岳公子 好久不见 我跟小野猫说两句话 你应该不介意吧 小野猫 世子有何吩咐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马上就要回燕北了 你不是质子吗 怎么能说回去就回去啊 怎么能说回去就回去 皇上肯定是已经准了呀 只是 回燕北的路说长不长 说短不短的 中间啊 你要是有什么需要 想吃的想用的 提前告诉我 我好准备 多谢世子关心 仙儿什么都不需要 时间差不多了 该走了 诺 世子 先走一步 岳公子 一路顺风 顺风 我也往那边走 一路顺风 好 公主 咱们开始吧 开始了 开始吗 好 小时候 你 快点 你 要 你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儿 你家公子怎么了 傻站在这儿 停下 都给本公主停下 这好好的又怎么了 这是专门为本公主举办的宴会 应该是优雅庄重 揍的这是什么言辞乱曲啊 让有些人在这儿 借此机会勾勾搭搭 你在门外等着 这怎么能是银瓷宴曲呢 我觉得挺好听的 你 你还说 都是因为你 你还在那儿说 你们都给我退下 本公主不想看了 公主息怒 可否听民女一言 方才之曲 并非是银瓷宴曲 你是何人 出来回话 诺 回公主 民女仿琴 是陶叶记的归熟诗 教授乐曲诗词 其实方才之曲 名为涉江采芙蓉 是来自昔日 宫中闲散的岳府诗 并非是公主口中 所谓的银瓷乱曲 那你是什么意思啊 你是说本公主无知 错怪你了 民女不敢 民女方才所言 只是音律之事 访新姑娘精通音律 且记忆高深 刚我看见姑娘腾挪间 神态轻盈 姿态优美 似乎还练过轻功 且造诣不凡 公子过奖了 方琴的确是修炼过舞技 不过是舞蹈之舞罢了 或许跟公子所说的轻功 有一曲同工之妙吧 好了公主 人家只是月事而已 你若不喜欢 就让她走好了 何必动怒呢 你求我呀 算了 你退下吧 本来 这件事情就跟你们无关 谢公主 她的香味儿 怎么这么熟悉 如果你喜欢的话 就送给你吧 多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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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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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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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诶 奇怪 宇文月怎么不见了 身体欠佳 先行回府了 我等光顾着欣赏绝伦的歌舞 连宇文月离席了都全然不知 是啊 你的眼睛都这样了 你给我闭嘴 公子 你在想什么呢 我在想 要不要杀你 公子 你 你说什么 这里 就是跌至天眼的核心所在 外人闯入的话 必定格杀勿论 以防秘密被泄露 公子 秘密是你让我跟踪坊亲的 我只是帮你完成任务 你为什么要杀我 我不知道 你才能把你打招了 我看你 我和你 这 mantan 就是敌坊的 账国 透露他们的 我要成為蝶者 好 從此刻開始 你就是蝶者 我給你的是殘紅劍 不要辜負它 你就是蝶者